你先回去吧 让你先回去你听不懂是吗 余总 我今天来 是要完成教学工作的 考虑到您刚下飞机 饿着肚子不适合教训 这没占用课时 也没多收您学费工资 是一个纯属义务 就算你有什么不顺心的 赶上一年才一次的生日 也应该开心快乐些吧 别不开心了 生日快乐 别不开心了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别不开心了 我快乐可行啊 你怎么了 是不是生日对你来说 有什么不开心的回忆啊 是不是生日对你来说 情绪积在心里很伤身体的 你要有什么不开心的话说出来 应该会好些 应该会好些 想知道吗 你说什么呀 别什么告诉你 阿蘇 你走什么 我走